近些这几年,养生的风欲吹欲烈 无论是体力渐衰的老年人,健康重担的中年人 还是年华正好的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养生的行列 有人常年营养品不断,有人饮食清淡素食为主 也有人饮食运动两不误 养生的方式千万种 但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守护健康,让身体更舒畅 可很多人不知道,只呵护外在体魄,往往都是世卫公办 世卫组织曾通过研究发现 90%以上的疾病,其实都跟情绪有关 一个人想要有个好身体,管理好情绪,保持好心情,至关重要 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养生方式,能比哄自己开心,性价比更高 一,一个人开心不起来,养生也没用 前不久,几个朋友相约聚餐,有人提议喝点红酒养生美容 其中一位朋友说道,喝什么酒都不养生 小酌是为了快乐,快乐才养生 听完我们都深表认同地笑了 紧接着朋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远房表姐的故事 朋友表姐平日是一个注重养生的人 喝养生茶,按摩金箔,挂沙拔罐,爱酒,泡脚等都是日常操作 家里囤积的各种营养保健品更是应有尽有 身边人都觉得表姐应该是身体最好的 可没想到才37岁的她,去年被查出心脏功能衰竭 后来医生详细询问表姐的生活习惯总结说 由于表姐长期生气,喜怒无常,最终伤了身体 原来,表姐虽然家庭条件不错,衣食无忧 但她总是愁眉苦脸,不是担心老公有外遇 就是抱怨孩子学习不争气 老公和孩子稍微有点做得不好 表姐就气不打一出来,把自己气得胸口发闷,喘不过气 表姐每次和老公发生争吵也是 不仅当下大发雷霆,事后还会生闷气和老公冷战 短则两三天,长则半个月 由于表姐爱生气,老公孩子都不敢和她亲近 表姐又觉得自己的付出不被认可 想起来总一个人偷偷落泪 朋友说很少看见表姐笑的样子 偶然一天,表姐刚对孩子发完火,就突然感觉呼吸困难 被紧急送进了医院,诊断出左心衰竭 不由想起网上有句很火的话 养生在情绪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 养生只能保养外在,而内在终需要好情绪来滋养 我们时常觉得生气没什么大不了 却不知负面情绪就像是一把隐形的刀子 毫无察觉已将自己扎得千疮百孔 倘若一个人开心不起来 总是想尽办法养生也无用 按摩保健是徒劳,灵丹妙药已枉然 人在世间活的就是个心情 心情不仅检验生活质量,更决定了身体健康 二,情绪自救利益是身体最好的医生 歌手姚贝娜曾在离世前说 在你特别郁闷的时候,情绪一定会找个出处 不是你的身体出问题,就是你的精神出问题 一个人无法挽救情绪,就注定会熬坏自己 毕竟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博主刘戴静就是这样一个人 两年前,他因为事业不顺,经济压力大 时常焦虑不安,吃不好睡不着,还爱生闷气 那段时间,他看谁都不顺眼 总与身边人发生争吵 刚和妈妈吵完,又跟老公孩子吵 整个人负能量包棚 刘戴静在这样的负面情绪中沉浸了很长一段时间 结果他不仅没迎来事业上的转机,反而突然被确诊为乳腺癌 刚得知患癌的时候,刘戴静惊讶到差点崩溃 可仔细回忆起患癌的经历和种种诱因 他恍然意识到是自己的坏情绪在吞噬自己 于是,刘戴静决定调整心态 无论事业好坏,无论抗癌结果如何 都要保持好心情,认真生活 他开始积极对待每一天 早晨坚持早期跑步运动 空闲时和家人朋友聊天说笑 刘戴静每天都会画上精致的妆容 穿上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兴致来了的时候,他还会跟着音乐舞动一曲 即使躺在医院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 他还是会尽力做些让自己开心的事,保持笑容 通过近两年治疗和调整后 前一段时间,刘戴静去医院复查 终于各项指数均全部通过了 那一刻,刘戴静开心地向着孩子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 遇见癌症,感恩癌症,不畏别的 只因他治愈了我的焦虑 使他教会了我好好爱自己 让我开始热爱运动 让我喜欢独处 让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心乱则百病生 心境则万病息 情绪自愈力,是身体最好的一生 在人生的艰难旅途中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见一些糟心事 倘若稍有不如意,就埋葬了微笑 那么生活注定会昏暗无光 愤怒,悲伤,焦虑 本质上改变不了现状 只能雪上加霜 人越是在难过的时候 越要懂得情绪自救 用好情绪将自己拉出泥潭 人这一生 万千浮华不计开心一笑 心情好则身体安 身体安则万事可期 三,成年人的养生好方式 哄自己开心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 渔主许红豆和我们多数普通人一样 平日为了工作和生活忙得团团转 许红豆常年公司和家两点一线 早出晚归 总是冰箱里塞满了燕窝 阿娇糕等 可知道放过其他也没来得及吃 许红豆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 实质上整个人心力交瘁 疲惫不堪 更谈不上快乐 许红豆本就这样麻木地生活着 直到后来 她见证闺蜜年纪轻轻 因一下来去世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和闺蜜都有很多想做的事还没做 有很多想去的地方还没去 闺蜜去世给了许红豆重重一击 她终于决定给当下的生活按下暂停键 去做些让自己开心舒服的事 许红豆来到云南找了一个小院 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为自己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闲来无事在古城里逛逛 看街边的孩子们洗脑 和摆摊的老人闲聊 或者走进一家咖啡厅 找个靠窗的位置 看人来人往 许红豆在云南没做什么特别的事 每天却不自觉地嘴角上扬 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 仿佛又充满了活力和之前的她判若两人 生活就是这样 开心与不开心一目了然 没有人欺骗得了自己 作家苏森说过 最好的养生就是开心 实在做不到真的开心 能不伤心 少忧心也行 成年人的生活不容易 但艰难不是斩断快乐的理由 总是有万般无奈 也一定不要忘了哄自己开心 毕竟有笑容的日子 才是真正的生活 这里整理了十个哄自己开心的小技巧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不定期奖励自己 美食、购物、旅行都可以 二、培养一二爱好 留作精神栖息地 三、坚持运动 让内非太愉悦身心 四、适当给自己放假 短暂忘却责任和工作 五、常去户外走走 在大自然里舒展放松 六、教志同道合的朋友 吸收更多正能量 七、不畏已发生的事烦心 多多自我肯定 八、少些顾虑和担忧 尽可能去尝试 遇见更多可能 九、享受独处 看书、做饭、喝茶、做自己 十、保持一些童真 大胆丸、放肆笑 养生说来很难 其实也简单 无非就是照顾好自己 可应该被呵护的 不只有躯体 还有心灵 所以 不要轻易让无意义的人 合适 毁掉好心情 就像有一句话说的 多一点快乐 少一点烦恼 累了就睡觉 醒了就微笑 养生先养心 生活简单过 每天快乐活 保持好心情 或许无法助你梦想成真 但一定可以让你的灵魂和身体自在安然 多哄自己开心吧 毕竟时光匆匆划过 错过的每一天都无法再来过 这时间没有什么比快乐和健康更重要 如果有 那一定是你忘记了什么 愿你我历尽沧桑 归来一起安好 眉眼带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明镜与点な�